太阳乡长刘美兰7号早上8点 透过联署告知族人风势与时强劲 苗62县多处潭房路况不佳且封闭 因此苗栗县太阳乡宣布 7号上午9点起到下午5点停止上班上课 这些道路我们也没有办法通行 我们没有办法开应变中心 苗栗县政府也还没开 强大的风雨导致太阳乡苗62县中段 大型机具也无法进入抢通道路 乡公所更无法开启灾害应变中心 但太阳乡公所表示 目前只能透过手机或LINE 跟各村长密切联系追行情况 以掌握太阳乡内8村16个部落的降雨受灾情形 刘美兰指出 截至7号中午12点半前 在土石流前市区黄色警戒附近居住的居民都还安全 并且没有撤离收容的计划 刘美兰呼吾族人 大于其间请族人尽量不要外出 若有任何消息 请立即联系公所村长 并注意自身安危 也感谢各村长及辖内派出所警察同任的巡视 有些新闻 怎么当时许家荣苗栗泰安采访报道 警察书